嗨 早安 歡迎回到阿韓菲生活 這是Costco賣的那種 歐式的麵包 看起來沒有很美味啦 但味道應該是不錯 蒜香胡椒也 再進去 喔 太多了 然後今天是我 提禮之後的第一個特休假日 因為三年了嘛 累積很多特休 這麵包還滿軟的 用烤箱烤過之後 外皮蠻脆的 然後變得很鬆軟 那像今天是禮拜四 說特休最開心的就是別人在上班 可是呢 你可以好好的 安排一個 你自己的時間 不管今天有沒有提禮子 在平日適當的安排一些 假期阿 可以讓自己有一種歸屬感 就是你會覺得時間是由你掌控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 已經在工作上有一點職業捲帶 或是剛買完一個很大的專案 然後很累 也可以在平日 比如說禮拜五或禮拜四 然後讓自己休息個幾天 那那兩天呢 當然也不是完全耍廢 就是要有效率的去規劃 像我今天就規劃要買菜阿 然後要拍這支影片 一早就把我的運動給over掉 因為運動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件超級痛苦的事情 然後大概兩點的時候 會有一個線上會議這樣 那我其實昨天就已經 你訂好今天到底要幹嘛了 雖然有時候還是會沒有 那麼絕對的照著你的步調 或是schedule走啦 時間或是生活中 又回到你手中掌握的感覺 大概是今天第一天的心得 第一次上來耶 第一次上來耶 然後那裡是蘋果店 這一個 這一個 市政府是 雙十國慶的logo耶 這個土司店 這個一天要八九十塊耶 買到囉 裡面就長這樣子 髒髒的 包包 好我回來了 今天其實跟朋友見面 就耗了蠻大的一個時間 可是呢我覺得每次跟朋友見面 都有很不錯的收穫 就是聊聊近況啊 然後也剛好 我的朋友們都是很會勉勵自己 然後向前進的人 所以每次都可以 從他們身上獲得很多能量 那我覺得如果你剛好也是 待業中 或是要準備轉換下一個跑道 你可以多見見朋友 會啟發一些 關於人生規劃上的靈感 或是你會覺得 喔這裡怎麼那麼廢 然後趕快 督促自己 然後趕快前進這樣 現在要來拆封這個 那這次買的是原味的 就是謝謝Alice幫我排隊購買 他在十點的時候發那個號碼牌啊 就已經只能拿到原味 牛奶好像是最夯的 如果你是跟我要買一大塊吐司的話呢 刀子最好是用這種鋸齒狀的刀 那把它來切囉 它的確是很鬆軟 摸起來比一般的吐司軟 也比較有濕潤度的感覺 可是也很油 我現在手都是油 我朋友有買過它的果醬 他說很糊 所以其實只要去他們家買吐司就可以了 看好不好吃啦 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是 但是它很鬆軟 烤過之後更鬆軟 然後但是還是有那個濕度在 很香 然後我朋友有說 這口感很像饅頭 就有點像比較濕潤的饅頭 就有點像比較濕潤的饅頭 就算了 結束了 從此以後 鍾琳就成為了他的女朋友煎老闆 裡面還是放在火箭裡 很д薄 一點點 油 可以放得到 但是它還是沒有 不要放在火箭裡 就算了 對 就算了 一邊 一邊 它也是很適合 大學的時候朋友送我的 下面呢還有我的名字喔 它可以隨時增加不同的筆記本 不同規則的筆記本 那這樣如果我有去上課啊 我就可以分類 像這裡我就是平常的語言筆記 前面就是一些我的行事例這樣 那平常的一些比較零時的筆記 就可以寫在這邊 那如果像我後面未來還會再 新增一本是一些講座筆記 就可以等都把你的內容分類 就不會像以前 像這樣的筆記本呢 雖然很好攜帶很輕 然後也是有空白頁可以給你筆記啦 可是缺點就是 它這個已經都封死的 所以我沒辦法去調整 然後把資料做分類 那所以今年這一次我就選擇 把它重出江湖 然後更換了一下筆面的內頁 那到時候寫完我就可以抽出 直接太換掉都可以 那這次呢 因為我要在這個上面寫一些日期 所以我就覺得很麻煩 因為11月快到了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趕快來下訂這種 手帳的印章 其實我不是手帳控欸 老實說 我只是需要一個紙本型示例 然後數字之外呢 它還有這個 天氣的部分 我覺得很可愛 雪人 哈哈好可愛喔 蓋得好醜喔 無所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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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日子